硝烟在告别苏谦大长老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手上一动,一尊黑色旁人大物顿时出现 正是那神秘的准巴结魔兽 宛如玉石的古翼在灯光下闪着淡淡宁光 硝烟灵魂力量小心钻入 发现这玉石古翼之中 竟然隐藏着异常狂暴的烽火双属性能量 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 却是颇为完美的共处于一对古翼之中 这种现象可谓相当之惊奇 他有种预感 若是天燕九行一炼制成功 恐怕效果将会原胜燕落天的那对异痴 旋即硝烟大手一挥 便将玉石古翼与魔兽干尸彻底分离开来 顿时,一股浓郁的酸臭味弥漫而出 带到那酸气净属散去 硝烟眼中也闪过一丝失望 眼前的这具魔兽干尸内 涂了深白色的肉块之外 再无其他 更别提魔兽晶血与魔盒的存在 硝烟便一阵郁闷 哎,算了,有这对古翼就已经回本了 便不再想起他了吧 叹息一声后 硝烟正准备疲惫地返回床榻时 一道稚嫩的嗓音却陡然响起 好啊 大半夜的你不睡觉 竟在这干气恶心的事 听到那熟悉的声音 硝烟微微一正 抬起头看见屋顶房梁上 紫烟正一脸嫌弃地望着他 你大半夜不睡觉 跑来我屋顶干嘛 冲紫烟翻了翻白眼 硝烟没好气地说道 闻声 紫烟从屋顶轻巧地跃下 用脚拖了踢那满地的魔兽碎片后 说道本来睡了 结果你房间有一股味道 让我很不舒服 我就闻着未来了 话音刚落 紫烟一对宝石般的眸子 在魔兽干世身上扫过 旋即在硝烟恶然的目光中 用长剑砍下了干世时根苍白的爪牙 并催促他用一火进行断烧 在琉璃连新火的高温制烤下 让硝烟震惊的一幕 确实缓缓出现 苍白爪牙以一种缓慢的速度缩小 片刻后竟变成了 只骨大小般的青红尖刺 透露着令人晶晶的锋芒 按照紫烟所说 他要将这十根尖刺 做成一副拳套 想到这 硝烟也是打了一个寒战 这东西配合着紫烟那可怕的力量 就算是斗踪强者恐怕也难以招架 接下来 在紫烟的指引下 硝烟用琉璃连新火 将面前的肉块进入包裹 随着一火高温的炙烤 最后竟然化为一滴青红血液 血液中蕴含的狂暴能量 让硝烟也感到震惊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整具魔兽干湿 最后只炼化出了五滴青红血液 当初药老曾告诉硝烟 要想助其恢复身体 其中一个重要的材料 便是七阶魔兽的精髓血脉 而眼前的青红血液 显然满足这个条件 至于美度杀女王所需的天魂溶血丹 同样也要用到这个青红精血 当硝烟从兴奋之中回过室来后 目光再度扫向那只剩巨大枯皮的魔兽干湿 因为最珍贵的八阶魔盒还未出现 一般来说 魔盒凝聚了魔兽所有的能量 并不会凭空消失 恐怕是隐藏在这堆皮肉之中 可继续制烤后 想象中的魔盒并未出现 生怕自己用错了方法 硝烟连忙将火焰收回后 他看向一堂正性灾恶火偷笑的小紫妍 顿时没好气地说道 你的小妮子在看起的话 就把那时磕爪牙都还我 你居然凶我 闻声紫妍眨眨着大眼睛 一副委屈模样 见状硝烟叹了口气 哎 小姑奶奶别玩我了 快说说该怎么弄吧 最后在紫妍的指点下 硝烟用一滴青红血液 滴在剩下的魔兽枯皮上 并用琉璃莲新火进行断烧 随后大量青红雾气 从魔兽枯皮之中弥漫而出 并在房间中凝聚成一片青红云彩 当云彩散去后 一枚青红两色的晶体 也出现在半空中 而它便是硝烟一直想要的八阶魔盒 只是在收获这枚妖异的魔盒时 硝烟却陷入了一阵失神 直到被紫妍唤醒后 他才发现霍被已被汗水打湿 显然热头魔兽的来头绝对不一般 此事若是传了出去 恐怕会引来不小的麻烦 念头闪过 硝烟急忙嘱咐一旁的紫妍 千末将今晚发生的事情泄露出去 对于这点 紫妍也十分清楚 当下也不与硝烟斗嘴 反正他有了那是颗爪牙 便已实心满意足 就在紫妍刚欲离开之际 屋外的萧门探子传来了消息 手握菩提化提弦的鹰山老人 动身离城的线索 为了夺取菩提化提弦 硝烟迅速集结了小鹰仙 以及苏千等人 试图在黑黄城外夺取这件质宝 在上一片刻后 众人便沿着鹰山老人的行迹追赶而去 可就在硝烟 苏千等一众强者 刚刚离开黑黄城不久 在刚刚举办完拍卖会的飞黄阁内 三道身影正端坐在一处幽暗的房间内 脸庞之上还透着一抹诡异的笑容 而这三人正是黑黄宗的宗主莫天行 少宗主莫芽 以及那首席炼药师奇山 此时 黑黄城的里里外外 早已布满了他们的眼线 无论是鹰山老人 还是硝烟 亦或者摩颜谷 以及其他的一些强大势力 他们的动向都在莫天行的掌握之中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不仅是为了将刚刚拍卖出去的 菩提话题闲抢回来 甚至还看上了硝烟手里的破宗丹 而另一边还回原不知的硝烟等人 也在硝门探子的带领下 在黑黄城外的不远处 发现了鹰山老人的身影 而其身后的不远处 无数人影错落闪掠 贪婪的目光透过灵间的树干 死死盯着前方缓步前行的鹰山老人 硝烟尼着眼思索 对方如此招摇 是对自己实力自信 还是另有隐情 突然 鹰山老人身后的十几道身影冲了出来 这个小团队实力不俗 领头男子为斗王巅峰 其余似乎也不弱 他们并不了解鹰山老人 但知道他手中的菩提话体现 只要夺取到手中 便有可能成为巅峰强者 届时 别说是一个黑角域 即便是整个斗气大路都将为之颤抖 在这种极致的诱惑之下 十几道身影迅速结成阵型 围杀鹰山老人 高盲从天而降 却诡异地从鹰山老人身体虚弃而过 而那鹰山老人稍作停顿 但是却连头都未回忆下 继续向山林走去 而那十几道人影却倒在地上 生机消逝 成了尸体 这十几名身手不弱的人 眨眼间就死去 在后方的多股势力都为之震惊 面对鹰山老人的恐怖实力 萧原原以为会让不少势力知难而退 然而 被贪婪占据理智的人群并未退缩 反而在鲜血的刺激下展现出凶性 无数身影如野兽般冲向鹰山老人 鹰山老人面对这乌合之重的冲击时 并未流露出任何情绪波动 只是随手换出斗气体练 但凡是被斗气扫中的人 几乎都当场吐血毙命 这斗宗强者的恐怖实力展露无遗 萧原眼中闪过一丝惊异 那位如同杀戮激起鹰山老人 令他不禁怀疑重重 当他释放灵魂力扫向对方时 他的毛子不由的一阵紧缩 面前的鹰山老人 斗宗级别的强者 竟然是一具与真身无差的灵魂分身 这般凝聚灵魂之术 让在场的所有人 包括苏千和小一仙 都震惊的目瞪口呆 由此看来 真正的鹰山老人 可能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里 不过使用灵魂力量凝成的分身 尽管拥有本体的特质和部分能力 但不论分身与本体相隔何等遥远 它们之间总会保持着一种难以察觉的联系 这股微弱的连结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如果能追踪到这种看似无形的线索 那么便有可能定位到鹰山老人本体的位置 思绪转念间 萧妍迅速收敛心神 那对深邃的黑魔再度合拢 体内涌动的灵魂力 如海潮般涌出 编织成一张隐秘的灵魂网 徘徊在这片天际 细致地梳理着周围的空间 感受到萧妍这一动作 苏千等人纷纷停止了交谈 她们能感觉到 从萧妍体内散发的无形波动 像是涟漪式地在附近蔓延开来 在这片斗气大路上 灵魂力量真正强控的自然当属炼药师 因为灵魂感之力 是炼丹的必备功能之一 而灵魂感之力的敏锐与否 则是取决于灵魂力量的强控程度 而作为其中的翘楚萧妍的灵魂力量 蓝耀老都赞不绝口 因此凭借着她强大的灵魂力量 寻找鹰山老人的位置并非难逝 同时 山林中的战斗愈演愈烈 血腥味引发了更多势力跃跃欲试 就在鹰山老人与庶名强者激烈交锋之际 萧妍突然睁开眼睛 决断地向众人说道 小一仙 紫妍 跟我来 大长老 你们留守此地 我会在路上留下标记 如果看到这灵魂分身消失 立即赶过来 萧妍领着小一仙和紫妍 迅速朝东方飞吕而去 同时 在一处僻静山坳 一位挥发老者正盘膝坐着 手指在空中快速移动 周围充满了强烈的灵魂力波动 大约十分钟后 他缓缓睁开眼睛 脸上浮现出一抹冷笑 正当他准备起身离开之际 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 目光如电芒般射向山坳之外 鹰山老人震惊地看到 三个人影出现在一堂 他认出为首之人不是萧妍 而是黑黄宗宗主莫天行 刚刚曾交付菩提化体型给他的那位 这可把鹰山老人胡子都气歪了 则问道 你在菩提化体型上做了手脚 莫天行回答 只是加了一点斗气印记而已 鹰老怪 你使用灵魂分身后 本体实力会减弱很多 现在你并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 把菩提化体型交给我吧 鹰山老人怒喝到 交给你就能让老夫走了 莫天行回答 不能但可以请你成为我们黑黄宗的常客 莫天行说完 那一脸奸诈的邪笑 让鹰山老人的嘴角微微出出 说话间 一股澎湃的斗气 自其体内抱有而出 见此情形 莫天行的眼眸之中 也浮现一抹森冷 随即一挥袖袍 另一股不输鹰山老人分毫的气势 也如潮水般的倾泻而出 两股滔天的气势 在这山坳之中弥漫 对鹰所造成的空间波动 让周围的山体剧烈震荡起来 可就在两人进行疏死搏斗时 另一股阴逆的气息 引起两人的注意 见到身份暴露 萧妍也不再隐藏 随即说道 哼 没想到真正的好戏是在这边 在下可是差点就错过了文言 莫天行眼中闪过一丝 惊讶地说道 原来是严肖先生 没想到连你也看穿了这英老怪的诡计啊 萧妍音声道 没想到莫宗主竟然也在这里 真是令在下意外 听了萧妍这番略有所指的话语 莫天行的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 身为举办拍卖会的庄家 结果却暗中对拍卖物品的贵客下手 此事一旦传出黑皇城 不仅今后再也无法举办拍卖会 甚至还会招揽来无尽的麻烦 为此必须确保知情者 全部留在这处山坳之中 于是莫天行转向萧妍提议 严肖先生 我们可以联手对付印山老人 如果得到菩提化体贤 我黑皇宗可以不要 但您需给予我们一些补偿如何 萧妍晨宁道补偿 破宗丹吗 莫天行孝道 和聪明人交流确实省心 您意下如何 萧妍表面上似在考虑 心里去冷笑 他明白殷山老人和莫天行 这两个狡猾的老狐狸 他们的承诺就像放屁一样没有价值 不过莫天行的方案 也的确顺颖了萧妍的心意 只要先行处理了最为诡异的殷山老人 自己夺取菩提化体贤 也就更有把握 可就在萧妍打算因恶之际 突然一道身影闪略到镜前 当萧妍看清来人的容貌后 却令他体内的杀意 不受控制的抱勇而出 因为面前这位魔眼谷的神秘灰袍人 正是那个欺世灭祖 并被美肚杀一腿送走的耀皇韩风 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这一刻 韩风正狠狠地盯着萧妍 如果不是眼前的这个师弟 他本可以继续黑角欲称霸 结果只是因为对方嘴中的清理能护 让他落得的生死盗宵的下场 靠海心言坏的斗宗躯体 虽说晋升到四星斗宗的战力 可自身也仅剩下十几年的光景 在这残余的日子之中 他对如金智般扮人扮鬼的下场 全都归咎在萧妍的身上 对于后者的恨意 早已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 对于韩风那怨毒的目光 而萧妍则不为所动 心中早有准备 他已了解魂殿能令灵魂复活的秘密 韩风的再次出现 并未出乎他的预料 韩风虽已成斗宗强者 但萧妍也非昔日可比 以及身词星斗皇之列 并在近年多次与斗宗强敌交锋 其中步伐如云山般的高手 陨落于他手 因此面对韩风 萧妍泰然自若 直到一旦交战 胜负真的很难说 韩风见萧妍如此镇定自若 便出言朝总道 你体内已经没有那个老家伙的气息了 我倒是忘了 那个老家伙已经落在了魂殿手中 他不是自以为 你能护得住他的灵魂吗 现在看来 那老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瞎脸 正所谓龙有逆灵 处之必死 韩风的一番话 彻彻底底打在了萧妍的软肋上 曾经要老在他面前 被魂殿的物不法强行抓走 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自己无能为力 那种无助的感觉 这些年一直困扰着萧妍的内心 要知道 正是要老这些年 付出的无数心血和栽培 才让萧妍从一个废物 变成了如今的天之骄子 所以要老对于萧妍的重要性 丝毫不说父亲 萧妍一直对此事感到深深的自责 如若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 那么父亲与要老 也不会落入魂殿之手 这一切悲剧都不会发生 但这一刻 韩风的话语掀起了萧妍最深处的伤疤 萧妍怒指道 韩风狗砸碎 若是不能手认你这欺失灭祖之人 我萧妍事不为人 萧妍阴森的声音 仿佛是从地府传出一般 就连旁边的小一仙与子妍 也是微微一愣 从认识到现在 他们都未见过萧妍如此暴怒 韩风冷笑着回应道 想要杀我 还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 小一仙见识挺身而出 想要提萧妍出头 韩风见状眉头一皱 明白小一仙不好对付 以她现在的状况 想要击败小一仙是非常棘手的因此 她又开始嘲笑萧妍 看来你从始至终都只能依靠女人 先前依赖美不杀女王 现今又要小一仙相助 要老的面子都让你丢尽了 但这一次萧妍面对挑衅却不动声色 如今的萧妍凭借丰富的经历 她很清楚韩风只是试图激怒自己 而愤怒在战斗中没有任何帮助 明镜需要您的 bugs 好 感谢观看